在国会议员索兹的帮助下 来自纽约长岛的瓦利在最近 终于跟从阿富汗撤离的妻子 以及三个孩子重聚 索兹介绍 由于塔利班已经控制了喀布尔 让疏散变得困难 在国务院美国军方和盟军的协助下 整整花了12天 瓦利一家在上周终于得意团聚 瓦利表示 永远不会忘记美国当局提供的帮助 他希望三个孩子以后能成才 报效美国 上周二 最后一支美国军队离开阿富汗 美国结束了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 美国籍盟友从阿富汗撤离了12万4千多人 其中包括6000名美国公民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郭瑞纽约报道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郭瑞约报道